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式中文服务 为您的投资交易提供一臂之力 我是GoMarkets的艾伦 今天是1月8号星期五 昨天矿业与银行集体发力 昨天的奥股表现是非常强势的 矿产巨头Rail完成大涨之后 是刷新了股价的新高记录 稀土LYC同样光彩动人 其距离五块的目标只剩几步之遥 能源板块同样是走势喜人 在新旧周期交替之际 能源表现足以闪耀全场 而这点在近期我本人已经反复强调 而在下跌的身影当中 科技板块受到前夜美股的影响 然而相对于传统行业而言 科技公司们依旧具有无法比拟的盈利优势 这点不论大江南北 科技股依旧值得我们投资者朋友们 在组合当中占据一定的比例 香港恒生的昨天表现正常 上证指数则是继续高亢 对于从去年开始参与A股的朋友们来说 不论是具体股票还是指数基金 大家都应该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美股时代的三大股指一起北上 新能源汽车特斯拉股价继续冲高 马斯克的财富是一举超越了贝索斯 在货币方面 如果澳币可以站稳0.78之上 那其下一重大的价格阻力将会是在0.81的区域位置 那今天晚上的市场将会迎来最新一期的非农数据 需要大家酌情做好市场的波动准备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